宫殿前,进军士兵神情肃穆,直视高举各色荆棋,床帆,棺盖云集,五彩斑斓,戴着面具的宫女正随着摇曳的灯火翩翩起舞。 这是一次皇家的祈福仪式,在众多侍卫的簇拥下,大唐女帝武则天一态雍龙地端坐于龙椅之上,文武百官对于皇帝行跪拜之礼,女帝起身,示意祈福开始。 此时,明金指,萨满舞弊,大使攻读著文,突然天空电闪雷鸣,顿时一些官员面露金色,大使口中念念有词,无形无相,一切如来,云中何物,且看天意。 这时,一条星龙显身,在这乌云中不断地翻腾,众人惊呼,金龙显示,天赐祥瑞。 但让人意外的是,这金龙瞬间化成灰烬,天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颗怪兽的头颅,它发出震天之声, 生生讨伐着女帝的数多罪行,进军严阵以待,却让怪兽一击而愧。 本篇正是最新奇幻电影《敌人节之飞头罗刹》,在数百进军拼死抵抗之下,女帝与百官得以撤离,罗刹飞头也离奇消失,不见踪影。 然而此事并没有就此完结,近日又并发起数案,死者尽是身份显赫的朝廷命官,所以朝廷诉调大唐第一神探敌人杰进攻调查此案。 而敌人杰与助手燕儿刚入宫中,便被大使设下的两仪三轻阵挡在殿外,并遭到几名苗疆鬼影武士的攻击。 索性二人身手超绝,并没有受到伤害。 敌人杰想面见女帝,却让新上任的金武卫上将军赫连修图兰家,并说敌人杰的任务是尽快查清此案,以确保五日后七秒大典的顺利进行。 随后在赫连将军的带领下,敌人杰来到了案发的大典现场,此时这里已经是一片狼藉。 事发当晚,大典东南方向天生异象,死者皆为重击而亡,心肺干脾俱损,失手双目赤黄,情如野兽。 大使说,方术以假乱真也有极限,飞头形态逼人还能杀人,绝非方术幻化。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,敌人杰决定去见一见。 被放逐后山的国师,永存二年,国师称窥破天机,大唐妖惑将至,后被囚禁在此。 此时,国师坐下第一童子小婉出现阻拦几人,再往前走后果非常严重。 赫连将军偏不信邪,结果刚踏入禁地,便凭空窜出一条金龙,将他挡在禁地之外。 金龙翻腾之际,已将几人送到国师面前。 他警告敌人杰,飞头现世,灾厄将至,大唐气数已尽。 你要打开的是一扇本应封城的大门,这门后之物岂止万分凶险。 此时,池塘里的水开始飞头,罗刹飞头再次出现在浓雾之中。 鬼鹰武士认为这只是江湖妖术,结果刚一个回合, 二人便被击毙,同样也是双目赤黄,形同野兽。 转眼间,罗刹飞头便自这里杀掉两人。 国师自然不肯善罢甘休,他马上放出了金龙,一龙一妖瞬间缠斗在一起。 很显然,金龙也不是这罗刹的对手,很快便被一口吃掉,而罗刹并不肯就此罢首。 他指责国师亏露天机,并将他烧成灰烬,敌人杰等人看在眼里,却无能为力。 随后,罗刹飞头再次消失不见。 另一边,燕儿正在停尸房里收集线索,这时,一具尸体慢慢坐了起来,随从吓了一跳,而燕儿却说这是死者的肌肉收缩所致。 而在死者的伤口中,燕儿却发现了奇怪的灵甲,他马上将此事告诉敌人杰。 但敌人杰却不紧不慢地拿了一壶酒,并倒了一些在地上。 突然,旁边的棺木开始震动,在棺盖移到一边后,又慢慢地伸出了一只手。 这一幕吓得随从瑟瑟发抖,此时,关中猛地跳出一个棚头垢面之人,他贪婪地吸着地上洒落的酒。 其实,这人并不是鬼,他是大唐一瓶五色鬼佬,也就是现在的法医。 敌人杰希望能从他口中获得一些信息,但鬼佬看到灵甲后,却连称他什么也不知道,并提醒敌人杰不要多问,否则没人替你背着黑锅。 在敌人杰的坚持下,鬼佬透露了一些消息,说起来这事还跟燕儿的父亲上官海有关。 当年,上官海是大唐第一高手,却突然失踪。 他失踪不久后,奈川河上便飘下来数百具武士尸体,而这尸身上却长有鳞甲、虎毛、兽爪,鬼佬马上将此事上报朝廷,结果他被贬为首尸人,永世不得离开这里半步。 下达这个命令的正是当今天后,随后,鬼佬将众人带入一间密室,并说,开唐以来的所有悬案卷宗都在这里。 书简上更记录着,但肉之差,隐隐绰绰,移为妖国。 于是,一行人决定前往幽都一探究竟,不久,牧船便来到黑水河段,果然这里非常黑,所以牧船撞到了岩壁上,并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北明幽都。 而在一条过道处,更是满地白骨,从掉落的铠甲不难看出,他们就是当年失踪的影位。 在一处角落,更有一具披着龙鳞铠甲的干尸,他的身旁堆满了无数的尸骨。 敌人皆知道,这人正是大唐第一武将上官海,身边全是他消灭的敌人,直到最后也没有屈服。 拿到上官海的随身令牌,燕尔也跪倒在地,他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与父亲见面。 这时,有人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骨,他的身体是人,头骨却是一个羊头,众人继续往洞穴深处走去,而眼前的一幕再次让大家惊愕,壁画上刻着的正是罗刹飞头,看来离查明真相已经不远了。 在一块案板上,燕尔发现了一张残缺的配方,上面记录的正是乌桑国的秘术,洗髓接骨。 据说,他能另断手再生,十分神奇。 但看到这里的器具,敌人皆猜到这是一个实验室,专门用活人做嫁接实验。 更让人惊奇的是,墙上的壁画竟突然消失不见了,随从士兵更是接连被吸走。 这时,几名兽人突然向敌人杰等人袭来,其中的一个红衣妖女更是厉害飞伤,敌人杰好不容易才将她击退,同时这个洞穴也发生了坍塌。 在躲避时,一行人分成了两队,敌人杰和燕尔从暗河逃出,却发现洛阳城的上空形成了一个漩涡。 无奈,二人只得先返回洛阳城。 在停尸房中,燕尔总结了一下发现的情况,可以断定此案与险境五年的失踪案有关,所谓的妖只不过是洗髓结果的结果。 但敌人杰却说,罗刹飞头又如何解释? 此时,燕尔发现之前从尸体取下的灵甲竟然会变色,也就是说,她有着变色龙的功能。 突然一个身影袭来,她是透明的,几人根本看不见,但这身影并不恋战,她将敌人杰引到了一个书院中。 在这里,敌人杰尽看到了与自己走散的赫连将军。 他坐在字画后,面色惨白,一动不动,并说,我现在已是死人,也许你有太多疑虑,但世间有太多的事,我们不能左右。 那扇大门已经打开,这个案子你不能再查了。 这时,燕尔赶来,通过赫连将军身上的尸般推测,他已经死亡超过十个时辰。 几人正纳闷时,赫连将军的尸体也突然自燃,化成了灰烬,而几名士兵的尸体也在河中被找到。 他们的身上都出现了鬼老所说的特征。 不让人伤心的是,小婉的尸体也在其中。 敌人杰连忙洗了把脸,一是洗掉自己的泪水,二是让自己清醒一下。 他将事情的沉默在脑海中,再次回想了一遍,突然他想到了什么,在交代燕尔一些事宜后,便快速地离开。 此时,已到了奇妙大典的日子,但天上的异象并没有消失。 大典上的百官对此时忧心忡忡,生怕又会出现什么事端。 果然,在大使开始祈福时,天上瞬间乌云密布,罗沙飞头再次出现了。 他发出怒吼,将挡在面前的卫兵全部击散。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,罗沙飞头被一巴掌拍散了。 随后,敌人杰变成巨人出现在众人面前,他哈哈一笑,让燕尔马上按计划行事。 接着,重镜为洒出许多粉末,果然一个隐身的怪物出现了。 他是一个被洗髓接骨,改造而成的变色蜥蜴人。 被他所害的人,身上便会出现脸颊等特征。 敌人杰这时又出现在宫殿前,他向大家解说所看到的怪像,其实是有人在这宫殿下修建了密格。 在利用穿孔丞像的道理,在终目睽睽之下,制造出一个海市蜃楼,并有隐身的蜥蜴怪人,攻击杀人,制造飞头杀人的景象。 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,就是起伏主持,大使。 其实,国老早已被他所害,帮凶正是最不引人注意的小婉。 在停尸房中,敌人杰已发现小婉的尸体是个替身。 见事情败露,大使的脸开始变形,身体开始缩小,他竟变成了小婉的模样。 这一幕也看待了在场的所有人,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幻容术? 原来,小婉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,同时,她也是乌桑公主。 这一切的阴谋只为报当年的灭国之仇。 此时,她又控制着几个兽人,准备取下女帝的敬礼,但已无法挽回败局。 兽人先后被消灭,小婉也被生前。 当年,上官海发现了小婉的御谋,她想放小婉及随从一命。 但小婉报仇心切,反而偷袭上官海。 现在,她要将自己的命还给燕儿。 这世上本无妖,妖来自人心,来自人性的贪婪和仇恨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,我们下期见。 今天,我们下期见。